男子剛上捷運就鎖定目標 但是看上的不是座位 而是乘客 身是垂了甩 蹄袋打臉 下一秒 甚至一屁股把對方當作不愛座 一旁男子急忙跳開 對面民眾也看不下去 趕緊上前置紙 事發地點在捷運名泉溪路站 將心男子希望年輕人 讓座給富人和小孩 信用蹄袋攻擊 造成被害人嘴巴臉頰受傷 甚至坐在對方身上控制行動 雙方因此爆發口角衝突 最後還用不雅字眼 連續不要罵 誇張行徑讓人看傻眼 法官認定張姓男子 涉犯傷害強制公然侮辱三罪 分別判處居四十五二十幾十五天 執行刑則是六十五天 可一科法金 法官可以把所有罪的刑期 加總作為上限 然後考量被告的犯罪動機 犯罪情節造成損害 經濟程度以及教育程度等等 來訂出一個合理要執行的刑期 為了不愛做大動肝火 不只背上前科 想要重拾自由 還得繳六萬五千元給國庫 代價還真不小 三日新聞 孟國黃新疑 臺北新訪報導 pleased 關於 無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